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维巴赫 14号在美国空军协会米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 座谈他警告中共可能遭遇更强烈回应 维巴赫也警告中方必须留意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如何团结一致行动 中共如果攻击邻居 可能在太平洋催生出类似北约的组织 但有不受迫生出类似韩倍预复的 中心目的敌尾巴赫尔 尤巴赫表示在恶务危机期间 朕非常密切注意中共 可能在危险中寻找机会 被问到俄乌情势对于美军 嚇阻中共侵略台湾 如何击败中共的方式 是否带来些改变 他回答美军准备好了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简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 声洁华与已作出